Hello 大家好 今天带来给大家讲解一副 我客人Din的眼镜 他在3月17号的时候 Din的这一副Limber 由于疫情的关系 现在才拿到货 而且他还是最幸运的那两个人之一 就是Limber在封锁之前发给我 但是顺风在上海被扣住了 由于现在疫情都松解 所以我们就收到了这一副 赶快帮他做好了 这一副眼镜和我们通常看到的 Limber的款式有一定的区别 他比较大门一些 所以我要给大家展示一下 非常感谢Lili6 他在我这儿订的一支Limber 7424是一个亮金色的 它的度数是475度的450度 外加50度的一个闪光 这个度数还好 由于他对镜片的厚薄度要求比较高 所以就选择了1.67的蔡司新奇瑞镜片 我们重点来看一下他眼镜的一个情况 这是Limber的一个说明书 由于他这支眼镜比较大胆 说实话我的店里面是没有陈列的 当时Limber在重庆开展会 我当时看到展望上面有这一款 就订了这一支 挺酷的一支眼镜的 而且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眉心框 镜片的片形也非常的独特 其实对我来讲 这些眼镜我觉得都挺好看的 但是在我店里面我会去照顾到 大多数人对于神美的一个中间态 像这种比较独特的款型 我店里面通常陈列的比较少 但是它确实是非常好看的 当时在展会上面我拍了这一支 当然颜色不是这个颜色 我发给他看他觉得真的非常好看 每个人对于眼镜的理解 以及他对于神美大家是不一样的 我也试戴一下这一支 给大家再次的重现一下 这支眼镜上脸的效果 它的度数跟我差不多 所以我戴着这一支看着是很清晰的 而且这支眼镜我上脸之后 其实跟我这一支的感觉是差不多的 没有压迫感 很舒适 我戴这一支可以看一下 非常的紧张 这一位客人他也是一个博主 在小红书上面 他的粉丝量比我还多 而且他答应我说回去拍一下这个 然后到时候帮我做做宣传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 我展示一下这个客人的脸型 就是他的脸型的话 属于稍微有一点点宽 这是他自己说的 我并不这么认为 但是我觉得他戴这一副的话 应该是蛮帅气的 因为他是一个up主 他本身是一个哈利波特爱好者 他家里面有很多很多 关于哈利波特的东西 这个就看得比较清楚 他的脸型 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自信 如果戴上这一副的话 应该是非常的漂亮的 点到机制 大家看到就行了 非常漂亮的一位up主 那么期待他为这支眼镜 拍出他自己的风格 然后啊特我一下 OK 今天的展示就到这里 买高中眼镜找龙叔 品牌齐全兼获作 拜拜